你没咋着 你休息吧 没有 这时候谁睡得着啊 那你 你 你坐这儿吧 坐这儿 好 刚才在下面有些话 我没好意思说 你刚才的话 只说了一半就被他们打断了 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 你都看出来了 只有说那三个人 差点把我给活烤了呀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嘛 你瞧他们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还有 金处长 你看 你看我的屋子 你看看我这屋子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太欺负人了 我闹好也是司令部办公室秘书 他们对你这样有点 有点不大公平 别瞧 你看 吴助长对石原那个态度 我觉得也不合适 你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毕竟是街下丘 是吧 总是这么硬碰硬的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呢 是不是 谁说不是 可他们现在连说话的机会 都不给我 另外 你刚才针对的只是顾小姐一个人 是 那李科长怎么突然间也蹦出来了呢 你呀还是来司令部时间不长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全司令部人都知道 这个顾小梦跟李宁玉同进同出啊 好得跟亲姐妹似的 再加上个护独子的吴之国 这还了得呀 你我 迟早 被机要处这三个刘关璋给卖了 我原来还真的没有太当回事 现在想想 我真的听你后怕的 所以啊 所以啊 你我得联手啊 可是机要处那些人反应 有点过度了 是吧 即便是你在司令部外面碰到了顾小姐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老鬼啊 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啊 对呀 我只说他撒谎 我没说他是老鬼啊 啊 我的意思是 白秘书 你放心 我一定考虑你的建议 我一定会是老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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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有秘密也不能代表是老鬼啊 有秘密也不能代表是老鬼啊 是吧 你放心 严格地 是吧 谁啊 还没休息吧 我跟你随便出来 你进吧 你 不是这事呢 是吧 说了 你说什么 没听见 是吗 说什么 都这种时候了 我脑子乱得很 自己的事情都想不明白 哪有功夫听别人说什么呀 你觉得白晓年这人怎么样 白秘书 我自己当时都没说什么 你要闲上 说话不太实在 这小子到处煽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我觉得他很可疑 你是说 他是老鬼 如果我们五个人当中有一个鬼的话 那谁能比这个说话自相矛盾 漏洞百出的白小年 更像这个鬼呢 道理 李阁长 你是我最信任的部下 几次拆出了白小年的谎言 都有你的份 我希望这次 你帮我找到确凿的证据 证明白小年就是这个鬼